他来干什么呀 他来是当全国观众面 让你指责他 骂他一顿吗 在这个场上 你起码要对他有 夫妻之间 因为他把我气成这样 他平时在气的 我也是有压力 你没看出来他气你 我现在看出来你气他 他真把平时把我气给气人了 其实我是在想 唱歌是要给人们唱的 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娱乐方式 我觉得那些观众需要我 那些这个 我觉得我跟观众的沟通 倒比跟家人的沟通还要舒服 那我想问你在家里面 你会压抑你真实的感受 在家里他跟我这个态度 是一模一样 比我还要凶 比我抓人还要狠 我觉得我跟观众的沟通 倒比跟家人的沟通还要舒服 我干嘛在家里 你比如说他老师要病了的情况下 他不是那样 他病了之后他会骂你 我也病过 我怎么不会骂人 我比他年龄还小呢 他比我多吃两年粮食的 他怎么会骂人 哪学的呀 在家里没受过教育 我都不信这个 所以说您是特别想把他绑过来 是吗 绑过来绑过来 自己那么几十几的 为什么不懂事 所以说你是在家在外都一样 我是没有经过修饰的 我到哪都是一个本 这个本社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指责他吗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获取他的理解 我应该让他改正 我觉得先不用说自己媳妇 您就够不懂事了 如果您有机会回头再看看刚才您说那段话的话 您不是一般二般的不懂事 您是推不懂事了 这话不应该这么说一个成年人 但是必须得这么讲 他好像就应该长不大那种 就感觉 不太像一个成年人的思想那种感觉 不是在家里给气他了吗 就您这样的话 在家里头谁气谁 更多一点还不一定呢 您是没见过 我们没见着家里 我们见着您在现场了 您在现场能那样 我不相信您在家里头一坐马 出来一下一瞬间翻身做主人了 刚才您说的那一瞬间翻身做主人了 刚才您说的那些说好 我想做顿饭 我觉得演出这事太大了 相比之下 饭这事就太小了 不是我吃饭 而是我吃不吃没关系 我打算给他做完之后我就走 打顿做再怎么打顿做 不是最后没做吗 最后倒了没做 媳妇八年以后才回来 没吃着您这顿饭 媳妇生点气怎么了 您说这点的生气 你得分解啊 比如说我打算做饭 我不用分解 我有那种心情 你是打算做饭 最后你做了吗 你不还没做呢吗 您看结果 您再打算 那不看结果我看什么呀 那过程不管了 再怎么过程 最后结果是没做饭呀 人家只要有这个 您这饭不是没给人做出来吗 我走到半路了吧 我起妈妈 韭菜洗好了吗 那您太棒了 要这么说的话 您没洗韭菜 也是英雄 您起码把韭菜买回来了 对吧